我認為這也是一個值得大家高興的一件事情 就是我們的國產疫苗高端 有獲得WHO 它贊助的團結臨床試驗的疫苗 其實這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那童鑫最近他從這個20款的候選疫苗 以前大家知道有16款 然後講現在有20款 其實世界有的疫苗比這還多很多 也比較多很多 那這裡面20款裡面他選出 兩個 一個是高端 那一個是美國的Innovial 這樣的兩款疫苗 然後做這種團結式的 一個臨床試驗 那換句話說 希望這個能夠在 有這樣的疫苗 最後在WHO 如果有認證 之下 能夠更廣泛的 提供給世界大概就是缺乏疫苗的地方 那代表人類 團 就是團結 團結來抗疫 那高端能夠 獲選 繼續進行世界多國 多中心的這樣的一個 實驗 我們也感到 替他感到非常高興 也對我們自己國產疫苗 未來的發展更是樂觀 想跟您請教 就是這個國產疫苗獲得 WHO贊助的這個意義是什麼 是 表示說 那他未來完成第三期之後 我們還要再 會給他一個 就是緊急授權嗎 還是說 未來他可以更廣泛運用 那我們國人是有機會打嗎 那就是說 那他有 如果通過 完成三期之後 他會成為WHO 所核准認證的那個 EUL的選項 是不是 對 第一個就是說 以現在而言 第一個 它第一個意義 當然就是在 WHO這樣的一個各國的專家 被認為就是說 應該是相對認為是優秀的 疫苗 有發展潛力的疫苗 那在一個階段 第一個在現在目前來講 那 這非常不容易 畢竟是就像各國 都有非常多的疫苗 都在進行中 那能夠從這邊出來 這樣子算是 前兩 前二 那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 然後第二個 這個疫苗本身大概就是 他是所以說贊助 所以這裡面整個的一個 實驗的相關的 臨床試驗的相關的費用 是由WHO來做贊助 疫苗廠 相對是出疫苗 所以這也是非常不容易 然後第三個 如果當然他通過了 當然講說如果是通過了以後 那我相信就WHO變成WHO認可的疫苗 的機會應該是很大 這畢竟是在各國的專家的監督之下 所完成的臨床的試驗 那當然 如果回來他可以拿這樣相關的 數目 來跟臺灣在這裡 那申請一方面 如果時間到就延長 還沒有時間到就延長 EUA 那或者直接可以申請來做認可的藥證 那這都到時候看他的一個科學的 數據來定